如何自救 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救贖者 此外是没有第二个的 只有好好控制自己 才能够解决问题 寻求外在的救度者 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 当佛陀 将要过世的时候 他的弟子们 从各处来到他的身边 有些弟子们 不断出现在他的身边 心心忧愁 以为将要失掉他们的老师了 一位名叫阿达多的比丘 去到他自己的小房间 收禅定 另外的比丘们 以为他不关心佛陀 而感到困恼 有一个比丘就去请示佛陀 他说 佛陀 你将要灭道了 我想纪念你的最佳方式 是在你生前 这个是意味着一个人 必须不断地警觉自己 以从生死轮回中解脱 他的解脱 必由个人带来 他不能够祈求外在的力量 或者代理人 帮助他正得涅槃 有人不了解佛教 批评佛教这种观念和说法 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只说到一个人 为个人离苦恼而得自由 他们的批评 一点都不对 因为佛陀很清楚说过 一个人 应该不忧止地 为所有众生 精神或物质上的幸福 而工作的同时 精进地追求 个人达到涅槃的目的 无私无我的服务 是佛陀高度赞赏的 其次 不了解佛教的人要问 对幸运的人来说 他们有救好的恩怨 去驾驭他们的心力 透过他们的努力 以求得涅槃 这个也许是正确的 但是那些心智残废 生理残缺 或者物质跪佛的人 怎么办呢 他们又如何能够 靠自己自救呢 他们难道 不需要一些外在的力量 一些神 或者诸天援助他们吗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佛教徒不相信 最后的解脱 必定是在一生承办 这种历程 需要很久的时间 经历很多生 一个人必须发挥自己 应用自己最好的能力 慢慢发展 靠自己的力量 因此 即连那些身心有残障 或者物质跪佛的 也都必须努力 不管力量多小 都要靠自己开始精进的过程 一旦轮子一发动 一个人慢慢训练 靠自己的力量 以改善一切 那一火微小的橡树树子 终有一天 会长成一棵很壮大的橡树 但是不是一夜可成的 在这种困难的过程中 内心是必要的因素 这一个小小的例子 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 且说某个人病了 医生是不能够帮他吃药 而医好他的病的 医生能够做的是断病情 和开出正确的药方 但是病者必须自己努力 以获得传遇 佛陀亦都是一样的 他能够告诉我们 错在什么地方 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同时他也都劝告我们 如何去做 和如何解除我们的苦难 因此 我们必须按照佛陀的指示 自己去努力 自求解脱 另外一个比喻 我们知道 做父母的 经常按照自己的希望 和抱负 来将他们的孩子带大 然而 当他们的子女长大之后 他们拒绝了父母 没有要他们做的事 他们要发展他们自己的一套 在佛教里面 相信一个人 能够影响另一个人的一生 但是到最后 个人的意志 创造了他们自己的业力 并负起他个人行为的责任 无论是人类 无论是人类或者天神 分析到最后 都不能够大级 或者控制他人 最后解脱的获得 这个就是靠自己的意义 佛教 却不是教人去自私 佛教中 是以他自己的努力 去寻求达到涅槃 他决定不可以杀生 偷渡 妄语 邪淫 或者因为饮酒 而失去感官的控制 当他控制到自己的时候 他就自动对他人提供了幸福了 这种所谓的自私 何尝对别人没有好处呢 就现世的层次来看 我们或者要问 那些低等的动物 怎样能够解救他们自己呢 当然 在无协助的情形中 一些外在的慈悲力 必须去使那些不幸的动物 从困境中拉拔出来 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涉及到进化论的知识 进化论很清楚讲到 生命最初的开始形态 只是一个浮在水面的单细胞 经过几百万年 这些基本的生命形态 开展成为更复杂 更聪慧 这种较聪慧水平的生命形态 能够组织 独立思考 并具有将事物 概念化的能力等等 佛教讲到自救能力 是就生命形态 有较高心智发展的层次而言 在教早期的演化里面 业力和心力 仍然是潜伏住的 经过无数次的再生以后 一个众生提升到独立思考的水平 成为有理性的能力 不再是本能了 就在这个阶段 众生觉醒到无意识的无忧子生死 及其如影随形的无边痛苦和忧愁 然后 众生有一种能力 能够了断生死 他们运用较高层次的聪慧 以获得觉悟 同涅槃 并寻求幸福 以这种高水准的智能 个人 实在是有能力自我改善 和自我开展的 我们都知道 人类天才智能水平 和理性力量是很不同的 有些人生来就是天才 另外有些人天生智力很低 然而每一个人 还是有某种程度的能力 去分别选择和取写 假设我们将这种 生存的现实延伸到动物界来看 即使我们能够分达高等 和低等的动物 但是他们都有同样的决策取写能力去生存 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意义 因此 因此即使低等动物都有潜力创造善业 虽然范围有其限制 精进地运用 抉择取写能力 慢慢增强善业 那么一个众生是可以提升他再生的层次和理解力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最早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 我听听 昔达多在最初决定开悟成佛之前 他已经转生过很多次 在那个时候 他是一个普通人 有一天 佛陀未成佛之前 他和他的母亲搭船去旅行 遇到大浪 船翻了 将游客摔进路海 他没有想到自己个人的安全 而背负着母亲 拼命努力地 向岸边游过去 但是他面前是如此宽阔的大海 他不知道 什么才是到达安全的最佳路线 他陷于那里 进退为难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去扭转这个难关 他的勇敢 感动了一位天神 这位天神 不能够有型去帮助他 但是他能够帮助这位未来佛 知道什么是最佳的友情 这位年轻人 听到天神的话语去做 终于他和他的母亲 都安全由上岸了 后来他想到 假定他能够用这种方式 救到一个众生 那能够救到全人类 是该有多好呢 此后他下定决心 直到最后获得觉悟 永不停息 这个故事说明一件事实 佛教徒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尋求天神的护佑 一位天神 由于获有很大的功德 例如低色天王 天生有大力量 帮助其他众生 不过 这种力量限于 在物质或者生理上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 我们可以请求天神的保佑 例如当受不幸的事情 打击的时候 需要安慰的时候 生病或者害怕的时候等等 我们请求天神们帮助的时候 我们仍然与物质世界紧紧地绑住 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 有生就有生理欲望和需要的限制 在某种范围内 满足这些需要是无可厚非的 佛陀提倡中度生活 他说我们应该既不担迷于奢侈中 也不必拒斥基本的生活需要 然而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这个阶段 当我们接受出生的因缘条件的时候 随着八正道去开展我们的水平 我们了解到执着物质世界 只有产生苦痛和忧脑 当我们经过无数生死 开发我们的了解力之后 我们对感官物质欲望越来越少 在这种阶段时期中 我们变成真正的靠自己 这个时候 他将自己的所有无条件地分享给 给他更不幸的人 而收集布施 这个又是佛教徒对他人福利的贡献 当佛陀因为自己的努力 而获得证悟之后 他不自私地保有这种智慧 相反地他花去不少于45年的时间 去传授他的智慧 不只传授给男人、女人 还传授给天神们 这个是佛教不自私的最佳例子 佛教关心一切众生的福祀 上上有人说 佛陀不帮助有困难的诚信者 在佛陀历史中 没有记载以神通去治病 使死人复活等等 有一个例子 一位名叫海沙、乔坦尼的妇人 要求佛陀帮助 使他死去的孩子复活 佛陀知道 他不能够用理智去说服他 因为他是如此心痛 和精神上受到如此悲哀的打击 佛陀告诉他 首先应该从一个 一生中没有死过亲人的人身上 得到一把菜戒指 这位心境混乱的妇人 挨家挨户地去 每一户人家都愿意给他一把菜戒指 但是没有人能够担保一生中 没有死过亲人 慢慢地 这位海沙、乔坦尼 了解到死亡是自然的发生 任何人有生必有死 他在十分的了解中 回到佛陀那里 感谢佛陀 开示他有关死亡的真实意义 现在所指出的要点是 佛陀更关心那个妇女对生命本质的了解 比起他暂时的威迹更加重要 即使能够救活他孩子的生命 孩子还是会长大 最后还是会死的 以他最大的体验 海沙、乔坦尼 不但了解到死亡的现象 同时也都学习到 执着是忧愁的恩 他已经能够体会到 执着导致忧脑 当执着消灭 忧脑也就止息了 所以在佛教里面 一个人可以求外在力量的帮助 例如天神那样 而获得暂时的快乐 但是到了结束世间执着恩怨的 最后开展时期的时候 人开始放下一切 并且自求觉悟 一个人要突破生死轮回 尋求自由解脱 获得体悟和觉醒 他唯有靠他自己的努力 唯有以他自己专心的意志力 佛教给人很大的尊严性 他是唯一主张人类有内在力量 自己帮助自己的宗教 在人开展的最后阶段 他不必不断提供各种的牺牲 给任何外在力量或代理人 以求得他们的恩惠和施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